相信在我国不难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艺术在我国不能混饭吃 艺术在马来西亚没有什么价值 但这句话对于那些想在艺术这个行业闯出一片天 或对这个行业充满热忱的人都相当刺耳 但也不能完全否定 了解到在我国从事艺术创作者的苦处 设计讲师郑庆元画家叶孙明 以及网络程序员罗美玲 一同创立了我国首个整合本土艺术创作推广平台 创意窝 一开始提出要创办创意窝这个本土艺术创作推广平台的人 其实是郑庆元 从事多媒体设计教学的他之所以想创办这个平台 主要是源自于他的学生的申诉 因为我本身是老师 那么其实听了很多的学生他们毕业了过后 就回来有告诉我们说 在整个的马来西亚市场 好像艺术和设计这一块就不怎么成熟 那么价值好像也没有很高 所以那时候我只想到说 既然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么有没有可能我用一些平台 让他们有多一点机会可能参加比赛 或者和一些商家做一个crossover 或者帮他们做一个展览 所以我们当初就想到说 如果今天有这样子的平台的话 可能可以把整个的那一个value 就是整个市场可能会做得比较好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成立的那个方向 就是怎么样去推动这个本土的艺术 包括露营 就是微电影 然后摄影 还有插画 但是我们目前市场比较多的人 好像几个都是插画家 另一名创办者叶孙明表示 虽然创意窝于2013年12月创立之间 不过只有短短的两年半 但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 他们都遇上了不少的挑战 而每一次的挑战 都是他们不断改进的动力 开始最大的挑战是 我们没有本地的画家 知道我们这一个平台的存在 然后我们很难地吸引到 有助同胞去认识创意的这个平台 因为我们在社交媒体的 那个讨论的语言都是以华语为主 然后我就跟我的partner说 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不是我们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创意 我应该是要公开给更加多的人 去认识我们 我们应该要以英文的媒介方式 去介绍这个平台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改变 此外由于这三位创办人 平日都忙于各自的工作 身为非引力组织的创意窝 除了面临人力资源和时间部署的问题 资金来源也是他们的挑战之一 然而为了避免艺术创作者 误以为创意窝在消费他们 创意窝还是会尽全力地 去帮助他们争取合理的酬劳 甚至更好的合作机会 因为我们要真的是更加本土化地 去介绍他们的话 我们的东西一定要是跟很多的品牌 去做crossover 就是跨品牌的一个合作 让他们看到说 今天我来这边参与的话 不只是一个短短的一个曝光率 但是我也有机会跟其他的品牌 做一个创意的和商业的一个结合 后来我们其实在接下去的活动呢 我们都是以一个crossover的方式 借力的方式去跟他们去做一些配合之类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阶段 最大的挑战还是说 商家对于本地的创作 他们的支持是不是很高的 其实原因是因为 他会把我们本地的创作 看成是一个价值 并不是怎么跟国外比起来 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所以我有看到我们的情况 其实有很多是他们要去了国外之后 他们觉得是不是外国的 或者是比较好 跟本地比起来的话 画家其实很简单 他们就是要的是一个机会 去增加他们的portfolio 然后让他们的知名度能够打开 为了协助本地艺术创作者 推广他们的作品 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作品 创意窝自成立以来 一直积极地帮助他们 争取在适当的公共场所 举办展览甚至分享会 希望公众除了认识他们的创作之外 也认识该创作背后的艺术家 我们这一边就会尽量 帮他们争取到一些地方 去做一些小型的展览 像在cafe 甚至我们邀请这些插画家 或者创作达人 他们可以来这个地方去做分享 所以分享的地点可能有cafe 可能有学校啊 大学啊 或者是中学啊 这个是我们去创造一个这样子的平台 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 而不是认识他们的作品 因为在在整个的市场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看到 这个作品好像是谁 好像好像看过 但是不知道背后到底是谁在做 2016年4月8号至5月29号 分别在Publica购物中心 和万达广场购物中心举办的 让我们在一起 2016宾威动物巡回艺术展 更是他们有史以来 办过最大的艺术展览 也是他们花了最长的时间 去筹备的一个展览 我们早期在做了一些小型的展览 或者是一些比较中型的展览 其实我们就看不到主题性 每个插画家画出来的东西 其实都不一样 那么对于Public来说的话 可能他们觉得 他画的这个东西 我们也看不懂是什么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开始 做比较有主题性的一个展览 因为我们这一系列是 就是保护瓶瓶绝种动物 所以我们就有去找一些 合作团体 Conservation Partner 就像WWF 或者是Chatsaver MyCat 因为我们是可以用艺术 去把这个讯息带出来 但是里面比较细节的东西 很像是鲨鱼 我们应该要讲保护整个环境 不让鲨鱼面临瓶绝种的危机 所以这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 我们可以做的是用我们的话去讲话 但是更深入一层的讯息 我们就需要我们这些 Conservation Partner 帮我们带出来 后来呢 其实我们有考虑过 单单如果只是在cafe 办这种个人插画展 可能影响力没有这样大 所以我们之后就有举办 一个圈赏正式的主题码 We are all together adventure species的系列 就是我们会召集所有 马来西亚的一些创作家 就是把他们的作品交上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 就是当达到一定的数量的作品之后 我们就可以找一些上场 换一些大型单的 去把他们推广出去 就是让大家去认识插画家 这样 当大众他们经过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这个插画家 他的画很吸引人很感动 就是他们会觉得 他们很喜欢这个插画家的作品 所以他们就想要发掘更多 关于这个插画家所创作的东西 尽管创意窝成立这间 只有区区的两年半 然而经过他们三个人的智力推广 不仅逐渐得到 艺术创作者的肯定和信任 所办的活动 也逐渐引起大众的注意 下一集 让我们一起走入 让我们在一起 2016宾威动物巡回艺术展 聆听参展的艺术创作者 分享他们参与创作的点点滴滴 浅线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